圣经里面的教训比较少人提及 我今天就讲其中一样 就是骂人 骂人也是圣经教训 讲到骂人 书免语即是责备 其实在神本圣经里面 跟责备有关的经文 是有九十三字那么多的 由旧约到新约都有 而在旧约里面 讲责备讲的最多的经文 就是针言 有二十五节那么多 我读几节给大家听 责备恶人的必得喜悦 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 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 多于那用舌头鲜薇人的 必要责备舌万人恐怕他恨你 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 责备就不同论断 论断人讲人坏话是负面的 责备正如圣经里面新约都这么说 在提摩太后书 要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责备人 警戒人 勸勉人 今天为什么要讲责备呢 因为我们看到 越来越多的香港教会 变成政权的后市 越来越多的香港教会 走的是大路 是讨好权贵的路 越来越多的教目领袖 走出来讲一些言论 是打击意见的声音 打击公民抗命的声音 反对占宗的声音 有多少人会走出来读摘他们 一些年轻的信徒 可能会觉得 哎呦我都没搞清楚 言论是怎样讲什么 事情是怎样 一些教目 一些学者 往往就将事件淡化 大家的立场不同 政见不同 有人反占宗 有人撑占宗 说得几乎好像 你喜欢吃饭 我喜欢吃面 主内一家 大家都可以一起领盛撑 但是政见不同 但是当我们 去跟一些年长的教目 已经退休的教目 已经离开了建制的教目 他们可以一针见血 一耻重的 指出问题的核心 我们试试看 郭蕴牧师 在公民抗命与佔领中环里面的一些说话 郭蕴牧师也是 佔中十个死士里面的其中一位 这些已经是一年前的说话 教会所办的社会服务 越来越昂贵 他必须要靠赖政府庞大的经费资助 久而久之 这种依赖心态 俑成教会不可以 也不能够对香港的建制提出批判 教目领袖也不知不觉 变成了建制的一部分 于是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香港主体的教会和领袖 就不单止不能够对不公义的社会制度和政策 提出廉厉的批评 而且还要维持社会和谐 避免教会里面的争批 为借口 禁止教目和信徒发声 葛蕴牧师最后提出一句说话 这句说话就很严厉了 看来 今些香港教会 把建立自身的皇国 重于在地上建立上主的国度 一个教会不能侍奉两个主 又侍奉政权 又侍奉上主 那怎么办 要严严的责备他们 使他们在真道上 纯存无痴